继续来关心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 今天进入第七天了 以色列周五要求北加萨110万人 在24小时内往南撤离 不过联合国说这么短的时间内 要撤离110万人根本不可能 要求以色列撤回命令 而世界卫生组织WHO晚间也表示 这道撤离令无疑是对医院的重症患者宣判死刑 一辆辆以军坦克在以色列加萨边境连环发射炮弹 CNN团队曾经在2021年 在同样地点报道过尾巴冲突 只是记者说现在跟当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以军已经连续六天日以及24小时不间断轰炸加萨 以色列国防军证实从上周六七号开始 已经对加萨投放了六千枚飞弹和炸弹 还有巴勒斯坦人在自家阳台拍到飞弹来袭的瞬间画面 非但呼啸而过直接击中眼前的大楼 瞬间尘土飞扬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吓得民众赶快躲回房间内 根据巴勒斯坦当局统计 加萨已经有超过一千五百人死亡 其中有五百名是孩童 四十二点三万人流离失所 另外至少有七百五十二栋建筑被移为平地 另外至少有七百五十二栋建筑被移为平地 超过两千八百栋民宅受损 就连难民营也逃不过炮袭 巴勒斯坦平民只好徒手慢慢掰开水泥碎块 想办法救出受困同胞 但依旧无力回天 情况惨到救人去救人的医护人员都遇袭 还得靠其他救难队赶来抢救 机关如今陷入生死浇灌的状态 加萨还是出现一丝丝未来曙光 有小婴儿在当地医院出生 不过以军为了要彻底消灭哈马斯 再度下重化捍卫抛袭行动 面对这样的惨况 加萨人痛批以色列根本不是人 随着冲突进入第七天 以军的抛袭依旧没有停过 以色列更通知联合国 呼吁要瓦地加萨河以北的110万人 在未来24小时内往南撤离 这个动作表明 已军准备大规模进攻加萨 不过哈马斯却发出声明 要加萨人民待在家里 不要理会以色列的警告 到底是该走还是留下来 加萨人正在陷入两难中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哈马斯掳走上百名的人据 而这些各国人质目前很有可能 被藏在加萨的复杂地道中 想要出动特种部队营救 真的是难上加燃 而根据BBC的报道 加萨地道总长超过500公里 构造像迷宫一样 哈马斯在地道内设置指挥中心 运送军火 人质也很可能在复杂的地道中 不停地被转换地点 哈马斯到底怎么瞒天过海 对以色列发动奇袭 现在自己公布训练画面 CM报道 哈马斯在加萨走廊境内 就有至少六座训练营 其中一个更距离以色列 只有720公尺 哈马斯复制了以色列的场域 反复模拟演练作战 筹备长达两年的时间 甚至还练习如何俘虏 及捆绑人质 全部展现在这次行动当中 在囤肯区抓人 上百名人质生死未扑 阿嬷痛哭失声 因为儿子和小孙子都被抓了 只能看着照片难过流泪 另外还有 这位妈妈 21岁的儿子在上个礼拜五 10月6号晚间就出发去音乐节 没有想到就此分别 房间都还是儿子离开时候的模样 却不知道能不能等到主人 哈马斯复走的上百名人质 至今音讯全无 很有可能都被藏在 加萨走廊的恐怖地道中 传出已经被击毙的哈马斯领袖 新瓦尔 他曾经最自豪的 就是哈马斯如地下迷宫般的地道 CN主播曾经跟着以色列军方 到一处被查获的地道 一看究竟 有些地道深达30公尺 通道的高度约180公分高 宽度只有约76公分 狭长窄小看不到镜头 哈马斯在地道里 建起地下军火库 能够运送武器 调度指挥 发射火箭弹 还曾经发现过摩托车 为了要让摩托车 能在地道内移动 哈马斯把后照镜和大灯都拆掉 并且装满武器 根据BBC报道 这样的地道总长达500公里 全部都紧邻平民建筑 去年以色列国防部就制作影片 指出这些地道的出路口 就紧邻加萨伊斯兰大学和医院救护车的车道附近 而且近年还越改越好了 让以色列更加大力道 要除掉这些地道网络 不断道破炸断地道 但是哈马斯声称被破坏的比例不到5% 之前CN记者拍摄还一度被蒙上双眼 尾巴冲突里 上百名人质 可能也像这样被藏进地道当中 要营救非常困难 有专家认同以色列用围困加萨的方式施压哈马斯 平民可能为了换取物资提供情报 出现营救破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以色列紧急征召的后备军人 已经在基地集结待命了 另外以色列军人也已经在边界展开行动 狙杀混入以色列的哈马斯民兵 美国提供的武器弹药也已经陆续运到 以色列还加码要求德国提供舱鹿无人机 不过美国陷入两难 因为提供以色列的军武 恐怕会排挤对乌克兰的援助 一听到空袭警报 二话不说赶快躲去避难 民众神情各个很不安 因为过了六天 哈马斯还是在向以色列开轰 以色列南部港督阿什克龙 同样警报声不断响起 尽管海边没人没船 炮弹照样来袭 哈马斯似乎乱射乱打 就是要攻击以色列 不过从7号开始 以色列军队陆续扫荡 这几天跨境进来的哈马斯民兵 突袭爆破样样来 以色列军队强力攻击哈马斯据点 以军释出最新画面 等同周九天下哈马斯成员 胆敢在现身以色列境内 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但哈马斯的主力 依旧都还在以色列西南部的加萨地区 以军目前除了对加萨日夜轰炸 接下来似乎要准备进攻入侵 而且现在已经包围加萨边境 空中陆地军备全面部署 加上十万大军叙事待发 后头还有三十万预备役 不少人即便驻海外也要赶紧回国 入伍奋战 现在他们已经准备了 他们已经开始工作了 所以我们必须参加 为我们的朋友们 为我们的家庭 为我们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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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沿途都是以色列坦克车 这是在尖壤尼巴嫩的北部边界 因为自从尼巴嫩争主党日前趁机攻击后 和以色列全面开战 恐怕只是迟早问题 即使是在利班团、西里、或加萨 以色列不会让这些危险不见 只是尽管信息满满 以色列还是有向他国求援 包含请求德国提供这款叫仓路的无人机 不止德国提供无人机 美国先进弹药也已经抵达以色列 希腊、英国、美国等等 跟陆续出动军机、军舰前往地中海待命 主要就是要帮以色列 威慈中东地区防止冲突升级 战争爆发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号 就前往以色列台拉维夫 一见到总理纳塔亚胡 就立刻握紧对方双手 还说我们就在这 我们不会离开 布林肯甚至和音乐祭屠杀的幸存者 近距离谈话 并表示会想尽办法解救那些被掳走的人质 布林肯这趟中东行 行程也很赶 接着他就前往约旦见国王阿布都拉二世 也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统阿巴斯会晤 美国防长奥斯丁随后也抵达以色列加码 表达力挺 但随着华府聚焦以色列同时 却又引发美国国内另一个担忧 专家分析以色列只要展开地面进攻 往后需要的弹药就会和乌克兰的需求重叠 蜡毒两头烧下 战场局面恐怕没这么乐观 而反观台湾来看看面对难以降温的台海情势 国军努力增加兵源 但是一年制异物已恢复后会造成怎样的冲击 还是未知数 口令后即时开始 大学生存游戏社 射手姿势以摆秀枪法 比准度也比速度 11秒多就打完25个目标物 其实这距离社长陈军宇 参赛时的最佳成绩还慢了2秒 两个月没练习的原因 是整个暑假忙于接受特战训练 所有的军校生里面 都一定会有一次的暑假 是到谷关立阳营区去受训 有绝壁攀登 还有CQB 就是限制空间作战 还有进阶射击 学校之前有带我们去看航太展的时候 那边的无人机我也知道 现在的种类越来越多了 不管是大型小型都是有的 学生是觉得说 有无人机的操作 跟一定的知识 到部队还是有用的 操作无人机 精准完成考照的指定科目 八字水平原 把社团的玩票性质 推向真正一技之长 不过全套迷彩服 开口闭口都自称学生 如果只是军训课 也未免太严格 基本教练口令和动作 还能说是模仿 但是学生身上的制服 和三军六校版本完全一致 这里就是ROTC 大学储备军官训练团 我是空军生 然后走之后 未来是以地情为主 考完高三那一年 其实蛮迷茫的 就是想说自己不知道 有点没有什么目标 不知道要干嘛 其实是因为家人蛮支持我 我走这条路 因为会想向往实习旅步爬 是因为每个学长姐 他到部队的时候都蛮优秀 外岛那边会学习更多的 炮兵一些比较专场的事项 那学生就一直很想要挑战 军事课分足报告 学习见网之来 一天之内上午静态军事教育 下午操课磨练体能 之所以成为民间军校 原因是周一到周四 所有人回归一般大学生 其实这种教育制度 其用已久 源自于美国 拓展军官的来源 那我们以美国陆军来讲 西点军校每一年毕业的 少尉 大概就一千出头 可是每一年美国陆军所需要的少尉 将近五到六千人 那剩下的 他一定要由其他的管道 来弥补人力的这些需求 那ROTC的发展 刚好就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美军用了超过一世纪的措施 台湾曾经因为成效不张而中断 如今因为一年兵停征 基层严重缺乏预备军官 让制度重新受到重视 和正期班相比 ROTC在大一下学期才开始实施 也不是官校集中式的休业 而且正统军校毕业 最少得服役十年才能退伍 ROTC却只服五年 不过曾赴美交换退役将领认为 干部出身多元化 能为管理文化带来不同激荡 比如说以美国陆军上将 刚卸任的参谋灵器会议主席米利 他就是ROTC出身的军官 那当这些高层的军官 大部分都是ROTC的来出任的时候 他对于后面的这些新兴学子的 ROTC的学生 他当然也一定会产生正面的效应 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 然后顺便锻炼自己的体能和胆量 因为我们在球队的时候 也是有被训练过 因为本身是体育生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感觉 会蛮适应的 牺牲自由 从名转军 理由大多是未来稳定 国防部当前签约129所大专院校 除了桃园南亚人员充足 能独自成立转业大学 其余依照地区的分配 到教育中心假日受训 制度处处顾及学子权益 起因于现实 外有敌情 内有兵力需求 现在国军的人员招募 除了得从民间学校扎根 还得同时考量年轻人的未来发展 而这样子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今年实施的大学和义务役三加一 第一批试用者就是今年大义新生 义务役新智 参与人数 教育部还在统计 但这两位同学自愿被排除在外 我是2005年94年8月15分 年纪多大 94年18岁 不怕疫情因为情势而延长 索性一次直接当五年 94年次的杨耀翔和林玉翔 在选择兵种转场之前 志向不精明确 动荡年代 募兵穷则变 变则通 不想当兵一百个理由也不够用 自愿的人或许才更有使命感 为国家尽心尽力 TVBS新闻 华少平 叶玉甫 桃源报道 好 继续今天十点不一样精选 先来关注国民年金 落日条款十月退场 劳保局提醒国保劳保年资和计满 十五年可领双年金 不过要怎么领有诀窍 那我们要怎么去知道 就是说我到底这辈子 应该要赚多少钱或存多少钱 那我们就退休来讲 我到底要存多少钱 才能够去退休 理财达人郭立芳 分享自己的理财规划 正值在金融业工作 平时也会经营粉丝团 上节目写文章当讲师 创造多元收入 往财务自由的退休人生迈进 我是希望55岁的时候退休 然后我能够存到 大概是2000万的资产 不管是定存或基金或股票的 这些相关的资产 能够有2000万 那为什么是这样打算呢 因为我打算 就是这2000万的部分 我只要投入有6% 配息率的相关的理财工具上 那2000万6% 一年我就会有120万 那平均下120万除以12个月 我一个月就会有10万块的零用钱 那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讲 可能就是够的 早点退休多出5年的自由时间 不用被工作绑住 但从职场退休少赚5年的薪水 与年终奖金 退休金会不会领的比较少 自己打算就是60岁的话 老保的退休金 我就要提前5年来请领 那用月退的方式 那即使打八折对我来讲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因为我从60岁开始领 一路到65岁 我也多领了5年 所以打八折对我来讲影响不大 郭立方强调一旦离开职场 就会投报国民年金 到时就可以领取老保国保双年金 我就是自由业了 我就是可能继续做自媒体 然后到处去演讲这样子 那我就会去变成是就是 国民年金的一个投报资格 然后就继续去交5年的国民年金 很多人在台湾来讲 国民年金的这个所谓的提交率是很低的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万一以后倒了或者怎么样 我以后可能又要回到职场 我就恢复我的劳保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去缴国民年金 事实上在政府来讲 国民年金跟所谓的老保年金的 这个所谓的投报的年资 是会合并计算的 所以不用担心 国民年金落日条款10月退场 也就是10月起 领取相关社会保险老年给付者 即使未满65岁 也不能再参加国保 但劳保国保年资合并满15年 就可同时请令 而这个变动对于劳保年资 未满15年 想请令一次金的民众 比较会受到影响 在今年10月1号以后 只要领取相关社会保险给付的民众 他就没办法去加入国民年金保险 而且他有的国民年金的年资 未来65岁的时候 也要按照我们的B4 就只有家保的投保金额 乘以他的年资 乘以1.3%计算 如果是同时具有老保的年资 和国民年金年资的被保险 但是他的老保年资未打15年 尤其在65岁以前 他假如退出职场 他可以利用国民年金 跟老保年金的一个规定 并记年资 享受到双年金的保障 老保局举例 以今年10月满65岁的 张哲王女士为例 老保年资有7年 平均月投保薪资1万7 另外国保年资有12年 合计有满15年 因此能分别请令 国保老保老年年金 计算下来 每月一共可理70005元 另外有专家建议 民众若年满65岁 要退休时 如果有国保就可以先领国保 以A市来计算 有基本加计金额3772元 较划算 一般民众如果他借零65岁 要退休的时候 如果他过去有累积了一些 国民年金的国保的话 那会建议先领国保年金 那这时候就可以采取A市来请领 因为A市有一个最基本的 保障的加计金额 就是3772块 那这时候老保年金 它有一个很好的制度 就是可以让我们递延五年 至少递延五年还可以增加两成 20%的这个计算 可是一旦你如果请领了 老保年金的时候 那你前面的那个国保年金 就要被迫采取B市来计算 到时候老保局 他就会把你改成B市来发放给你 像同时清令老保及国保双年金 得要思考怎么计算最适合 毕竟每个人投保期间 健康状况条件都不同 做足退休财务准备 才有理想的老后生活 TVBS新闻 周颖伦 留言宣台北 采访报道 儿子在时代趋势 越来越多夫妻选择当顶客族 这些顶客族 以后老了过世了 爸爸妈妈也不在 在没有小孩的状况之下 生前赚来的钱财该如何处理呢 其实如果没有先做好规划 法规也会有相关规定 就算是失联多年的兄弟姐妹 也可以分财产 主要分成基金的部分 股票有台股跟美股都有 除了定期存钱 也有在投资股票 努力工作打拼 存下了不少钱 不过有了完善的财务规划 放眼更未来 还得要有更长远的计划 朋友在做那个殡葬业的 那他刚好处理到那个客人 他就是也是有点年纪 然后父母亲还有兄弟姐妹就过世了 那他要处理他的后世的时候 他发现说 他的外申女来帮他 也就是他的兄弟姐妹的小孩 来帮他处理 这个阿姨的后世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去动用阿姨的遗产 所以是都没有法定继承人 那外申女不是法定继承人 所以就变成最后是 他必须要自己掏腰包 去帮他阿姨办完这个后世 阿姨的所有的遗产 就变成全部充公 这可能跟我的状况 未来的状况也可能会很像 没有结婚 没有小孩 以后也不打算有 听完朋友的例子 舒辞也准备进一步打算 也帮 后面要帮你处理的人 让他们好做事一点 大家都对生死的事情 看得比较开了一点 也比较能够接受 所以也不需要去避讳说 你现在就要安排死后的事情 好像触眉头 其实我觉得不会 那就只是说 预先做好一些准备 先规划好 没烦恼 而若是生前 在没有利于主的状况下 遗产则是回归 民法的规定来分配 翻开民法第1138条规定 生雇者的配偶 是当然继承人 也就是无论 哪一位顺位的继承人 都必须和被继承人的配偶 共同继承 而接下来的继承顺位依序 为直系写亲子女 父母还有兄弟姐妹 最后是祖父母 根据继承人的不同 就有不同的应计分比例 比较常见的状况 就是很久没联络的 然后知道了这个死亡的消息之后 就跑出来要求分配这个遗产 但是因为我们法律规定 其实他是有这个身份资格的人 确实是有这个权利来分配这些遗产 换句话说 基本上没有小孩的顶客族遗产兄弟姐妹分得到 举例A小姐婚后财产为零 丈夫的婚后财产一千万 如果丈夫过世了 兄弟姐妹来增产 小美可以主张分配五百万元 扣除后再与小叔还有大姑们 进行应计分比例的分配 如果都不想分的话 已经有做保险的 那特别注意 就是保险的受益人 一定要填写清楚 那法律上面认定 如果这个受益人是明确的 保险给付是不会视为异产 那兄弟姐妹就没办法分配到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设置这个信托 可以做自益或他益信托 那这样不会因为死亡 而受到任何的影响 那第三种就是设置这个遗嘱 这是遗嘱要特别注意的 这个兄弟姐妹 还是会有一个六分之一的特留份 那最后一个方法 就是把钱全部都花完 遗产想要怎么分配 也不是只要有留遗嘱就好 因为就怕纠纷争议多 民法还是有特别保障 继承人最少可以拿到的遗产比例 不受遗嘱内容限制 而分配比例上会比应计分来得少 以兄弟姐妹来说 特留份为应计分的三分之一 任医生必面对的生 老病死 延伸出遗产的配置讨论 除了要有健康的心态 也得要先摸透法规 才好避免更多纷争 新加坡国立大学 寄出高额的薪资条件 以及优渥的研究补助金 希望沿览国际优秀的学者 而反观我们台湾 根据中研院的调查指出 国内出任助理教授的薪水 比日韩新加坡香港甚至大陆都差了二到四倍 引发人才外流的隐忧 不论是实验室里带着研究生做实验讨论 还是教室里台上受课大学教授 身负培育台湾高教人才责任 但国内的大学教职却面临少子化 研究生博士生减少 最重要恐怕还是薪资待遇低成为隐忧 中研院的报告指出 国内的高教人才断成一大主因 是因为台湾出任助理教授的年薪 大约是96万元 相比日韩新加坡 香港中国大陆是相差了二到四倍 引发人才外流的隐忧 来看看像是新加坡国大 2018年是祭出了校长青年教授计划 每年提供15个名额 有提供了像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薪资 还有研究的补助金 希望能够延览国内外优秀的年轻学者 新加坡国大祭出诱人条件 包含像是与美国顶尖博士毕业生起薪 相当的20万美元年薪 大约是台币620万 而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 最高100万新加坡币 大约是台币2347万 而非STEM领域最高75万新币 等于是新台币1760万的新创研究计划补助 和博士生奖学金等等 另外提供台币587万 可以自由支配的支出 外籍人士还有住房 以及其他额外补助 高额的薪资待遇 就是要延览国际上的顶尖人才 新加坡国立大学 它的学术改革迈向顶尖学校的路 是从2000年开始的 重点是不管老师在哪一个职位 不管他们是在评鉴上 是侧重于研究或侧重于教学 或侧重于实务 老师有不同的长处 那不管他们的长处如何 都应该能够得到适当的资源 让他们继续努力的一个动机 梁伟琪任职新加坡国立大学 近期也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担任客座副教授 观察新加坡的教育环境 在揽财上耕耘许久 另一间南洋理工大学 也有类似计划 成为顶尖大学 并不光是科学研究能力的 一个创造而已 譬如说教学的质量 对于新加坡未来国家 栋梁的一个培育 这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因素 再者是全球化 能不能吸引优秀的国际学生 优秀的国际老师 外籍人才 这也是一个重点 根据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QS公布 2024年世界大学排名 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第八 周四挤进前十强 而且仍然维持亚洲第一 高等教育学府的地位 而南洋理工大学 则排名第26 若华七个名次 而我们台湾排名最前面是台大 全球排名69名 第二名是阳明交大 则落到217名 比如说以前有所谓的玉山计划 当中有所谓的玉山学者 这样每一年会提供500万的薪资 那么但是 我们跟新加坡的揽财计划 做一个比较的话 你就会发现 我们可以用比较高的薪水 可以延揽国际上顶尖的人才 可能非常的短暂 可能就是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可是我们接下来的配套措施 是比较不足的 检视我们国内的大学高教人才 近年有不断外流危机 薪资揽财虽然比不上新加坡 但也有教授直言 整体的大学研究环境 仍然有竞争力 但唯独缺少国际交流 我认为台湾最大的缺憾 是在我们跟国际连结这一块 不管是社会科学师或者是自然科学 也没有国际级的团队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或是我们办法加入到国际级的团队 这对于培养一个新的老师或是资深的老师 都是很重要的养分 国内教授薪资相比临近亚洲 已开发国家都还低 加上政府政策多投注在科学人才培育 未来不仅要面临高教人才出走 恐怕各学科的平衡发展 也会出现新挑战 TB新闻张志明 刘君台北 失眠是现代人的普遍烦恼 睡眠经济近年来正快速的发烧 有越来越多人愿意投资更多的心力 跟金钱求得一夜好眠 也让著名科技产品应运而生 更让饭店旅宿业者抓紧睡眠商机 抢进这块大饼 他除了按摩之外 他下面这边有一些热敷 整个眼睛的周围舒适都非常的舒服 他也会有白噪音让你舒眠体验 失眠是现代人普遍烦恼 许多助眠科技产品应运而生 那这是我们新的睡眠耳机 那其实主要就是针对现代人 他在睡觉的时候 他可能长时间有睡眠 听音乐的习惯 或者他有些 想要一些很舒眠的那种白噪音 降低这种生活压力的习惯的话 那其实这一款的话 就是蛮推荐的 然后你也可以设定定时功能 他可能时间到了 那你可能睡着了 那他的音乐 他的声音就会暂停 那你也不会长时间 让你耳朵有听力的受说 根据国外数据平台资料显示 近年来睡眠产品市场崛起 2009年已经达到了4320亿美元 预估明年将成长到5850亿美元 为了一降好眠到天亮 越来越多人是寻求助眠小物来协助 他叫睡眠管家 然后主要是帮助睡眠用的 他是针对你的嗅觉 视觉还有听觉去做加强 视觉的话就是灯的部分 可以当小叶灯使用 听觉的部分就是声音 他是白噪音 嗅觉的部分是他底下 可以滴精油进去 就是从旁边的孔洞散发出来 然后帮助你的睡眠感 现代人压力大 生活作息不正常 睡眠问题越来越严重 台湾睡眠医学学会调查 全台有四分之一的成人 有睡眠障碍 更有十分之一的患者 受慢性失眠所苦 使用安眠药才能入睡的比例 也暴增 健保署统计 我国安眠药用量突破十亿科 跌起来的高度相当 4170座101大楼 年龄越大 失眠症状越常见 药物当然是一个很便捷的方法 可以处理症状 但是相对的一些副作用 包括失智 或是长期依赖这样的一个状况 药物可能需要 这个睡眠专科医师 来进行这个诊断跟开力 那这也是比较保险的一个方式 那现在很多科技 包括我们讲的是改善这个 睡眠的一个环境 甚至眼罩 甚至是有一些这个白噪音 或是一些水流声 这些著名的音乐 其实都可以去尝试 不只在台湾 全球超过62%的成人 睡眠品质不佳 当失眠成了全球文明病 饭店旅宿业者也抓紧睡眠商机 抢尽这块大饼 入住饭店最看重的就是睡眠 像是这间五星级酒店 每间客房都有附上这个枕头菜单 游客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枕头 一共有六款的功能跟用途都不同 就是希望能让旅客能 能好好的睡上一觉 这个的话就是 富有弹性的乳胶枕 然后就是海绵枕 它会比较硬 然后支撑力比较好 像这颗是过敏 看过敏枕 如果有些客人羽绒过敏 我们就会使用着枕头 然后这两颗的话 就是孕妇枕和育婴枕 孕妇在俘乳的时候使用 就可以支撑宝宝的重量 近年来国内外兴起 睡眠旅游风潮 旅游的目的 不再只是单纯为了吃或是玩 能提供失眠者 好好睡上一觉的饭店 成趋势 我们的酒店整个的集团 对旅人或者是住客的一个体验 非常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们早在十年前 我们就已经开始 有了所谓的枕头的选单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 SPA的疗程 那其中呢 我们大概有四五种是针对旅人来特别设计的 包括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有深层的睡眠 选用特别的薰衣草的精油 应用我们的很好的一个手机 让他们能够在睡眠的品质更好 一夜好眠创造出新商机 睡眠经济正快速发烧 TVBS新闻 闫月圣刘月轩台北财报道 家中的长辈如果出现幻觉 例如经常说看到逝去的亲人 或者是甚至出现怀疑偷钱等妄想 要特别注意是否性格奏变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 如果家中的年长者经常看到已逝去的亲人 或出现幻觉 甚至怀疑有人闯进家里偷钱 或怀疑另一半外遇出轨等症状 突然性格转变相当大的情况下 这很有可能是失智症征兆 最好提高警觉 先就医检查评估 遵从医嘱 逝去的表现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主术之一 那从视力模糊 乌乌的到看到不存在的东西都有可能 一般来说如果只是眼睛看起来乌乌的 可以就先带去给眼科检查 但是如果看到已经过世的亲人来拜访他 或看到不存在的东西 其他人都看不到 这个时候就要当心有没有可能是失晃觉 那失晃觉其实可以隐藏在很多不同的 神经学籍病里面出现 包含我们的整夜中风 或者是比较少见的癫症偏头痛 都可能有一些临床上的视觉表现 失智患者一旦产生四幻觉 这个有可能代表是身体出了问题 才会产生 那这个东西有可能 比如说是身体产生了感染 或者是也许是电颈值不平衡 有可能是身体有其他重大的问题 那这个我们必须要很密切的去观察 那如果我们先把这些身体问题排除之后 那这样子会比较放心 照顾失智患者的家属或照顾者来说 其实是很有压力 亦是建议可寻求长照资源 像是日照服务 也可以就医寻求减轻症状的方法 如果我们用抗精神病药物去治疗它 那由于路易尸体失智症 对于抗精神病药很敏感 那我们用抗精神病药物去治疗它的时候 有可能会变成负重很大 那也需要特别注意 当失智症患者出现妄想或幻觉的时候 我们并不需要去否认或是纠正病患的说法 可以尝试倾听 陪伴或者是转移话题 来减轻病患的焦虑 当然如果病人是突然出现 这样的一个示患者的表现 我们也要考虑是不是一个灾望的情形 那临床上如果病人出现灾望 我们也需要观察 他最近是否有服用一些新的药物 导致他这些示患者出现 再来如果这示患者已经出现一段时间 而且是逐渐在恶化 慢慢有退化的情形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些失智症的表现 例如说路易士体式失智症 或其他比较少见的形态的失智症 都可能会以示患者的形态来出现 失智症行为精神症状是指因 失智症认知功能减退 无法适切表达自身的需求 或是回应外界的期待 产生不适当的行为 国际精神老年协会在1999年的共事会议 将失智症行为精神症状 定义为失智症经常出现的 知觉思考情绪或行为问乱的状态 可分为行为症状以及精神症状 失智的核心症状是因为大脑退化 引起的直接症状 例如忘记最近发生的事情 无法区分正确的时间地点等等 另一方面 精神行为症状则是指失智症的核心症状 与病患的生理状态 心理状态 人际互动 外在环境等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症状 行为症状是基于观察病人得知 例如急躁 尖叫 静坐不能 躁动 游走 基于文化背景的不适当的行为 性行为异常 囤积藏匿等 精神症状则是基于与病人 或是照顾者面谈得知 例如焦虑 忧郁 幻觉 妄想等 如果是中风的病人 我们可能要以中风的方式来治疗 如果是瞻旺 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些内科疾病的搜查 来排除是不是有近期的感染 或药物的调整出现的问题 最后 如果是一些神经退化系疾病 像是失智症 我们则可以使用一些 抗心精神病的用药 来缓解这些临床上的症状 由于失智者无法明确表达自己的需求 只能用不适当的行为来表现 医师提醒 若长者有失智征兆 最好先就医诊断评估 家属因积极认识疾病 善用各项社会资源 有助于减轻压力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